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过了二十岁的生日之后 他一戏之间变成了人尽皆知的大明星 只要一开口 没有人能够忘记他的声音 他是最害羞的小王子肖敬腾 面对镜头总是一贯露出最腼腆的笑容 以及能够长达三秒钟的沉默 有谁能够想象这样温和的肖敬腾 青少年时期竟然是在街头徘徊打架度日 而又是谁改变了他 让肖敬腾发现最喜爱的音乐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的小王子呢 热爱唱歌的肖敬腾 在爆红前便于各地展开驻唱生涯 而一戏成名的黑蜘蛛魔王 究竟又有哪些不同凡响的才艺呢 今天的沈冲华Live Show 就要告诉大家 肖敬腾的神奇魔力 是如何让歌迷如痴如醉 而变成最受期待的新人王 肖敬腾又会拿出什么看家本领 回馈歌迷呢 不多话 但是身体语言还不错 一开始就要先送 送了个见面禮 对不对 新专辑 这新专辑就是 肖敬腾同名专辑 这我也知道 对... 还满意吧 这个专辑 满意... 其实我今天再看到肖敬腾 我们是第二次碰面 对不对 上一次是 怎么还记得吗 你在什么 0204工作吗 不是 就是把爱传出去 把爱传出去 肖敬腾那天来担任这个电话的义工 我觉得他还很认真耶 有的人可能就稍微来 对不对 可能很忙嘛 行程很忙 他只能打一下就走了 你那天打了多久 接了多久 从开始到结束 掌声鼓励一下 很简单 因为我在当天 我也发现说肖敬腾点点 没什么说话 但是呢 真的是从头到尾 都很认真的在打电话 对不对 对 有些人听到说 是肖敬腾接的电话 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反应的 特殊反应 其实都还好啦 都还好 还满镇定的 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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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问他们捐多少钱的时候 他们会偷偷加码吗 还好 还好 不要给人家这种压力 对不对 爱心 爱心是无价的 对 好 来 肖敬腾请坐 谢谢 我应该叫你敬腾吗 都可以 都可以 老肖 你是什么 如果叫敬腾 感觉这个名字就还蛮严肃的 对不对 肖邦啊 你们是肖邦意思的 就是专门支持肖敬腾的 这一帮人叫肖邦 对不对 肖敬腾 我第二次看到你 我觉得你有点改变了 真的吗 很快 所以呢 所以我说你的改变是不是也很快 因为一开始 你就是两年前嘛 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对你的说法就说 省话一哥 因为通常主持人拼了命 呕心立血 想要让他多讲一点 但他可能说 对啊 对 没错 然后可能重复这样子 整个访问就过去了 今天这种惨状应该不会发生吧 不会 要多讲一点 好 两个字 好 好 肖敬腾 你适应你自己成名 适应的情况如何 适应得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一个年轻人有这样的机缘 他可以突然之间成为万众主妹对象 但感觉是 非常好 非常好 听到了没有 这是英文 最近呢 肖敬腾呢 他很用功想要学英文 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很自然 把他用在生活当中就对了 对 我以为他会讲right 那又是第二个字了 好 没关系 你尽量好 如果你想讲就讲好不好 我们不用强迫 他适应得非常的好 所以 可是你以前讲说 你最怕媒体耶 我没有怕啊 没有再怕的啦 是不是 还不是啦 就是 比较不习惯 不习惯 那现在比较好一点了 可以 那你为什么会怕媒体呢 你怕人家乱写呢 还是也不会 其实不习惯就是一直 一直把焦点 一直问问题 但是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你好像跟我谈得还蛮流畅的嘛 是 诶 还不错 好 那有没有最不习惯的事情 最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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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习惯了 诶 现在讲话还很有哲理耶 很了不起耶 最不习惯的也已经习惯了 对不对 习惯了 其实你一开始 这种所谓的神话一哥 你会不会有一点是 自我保护的成分 就是怕多说多说 不是啦 就是自己个性 因为 就是比较陌生的我都会这样 刚开始啦 小时候比较害羞吗 就是刚 呃 刚开始 刚开始的时候 陌生的时候 陌生的环境 那现在对于这个演艺圈 已经慢慢了解了 对 还觉得蛮高兴的 高兴 那你就是演艺圈里面 让你最happy的是什么事情 happy 第三个字 h-a-p-p-y 拜托 拜托 拜托同学 你们这样标准太低啦 h-a-p-p-y就可以这么多掌声啦 开什么玩笑 你们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很happy 最happy的事情是什么 最happy就是 对 其实应该是我可以唱自己 属于自己的歌啦 对啊 对啊 你做了自己的专辑 像你这次的专辑里面 对不对 你好像选歌也花了一些心思啊 嗯 很难吗 选歌 很 很 很难 因为太多太棒的歌 对 那你最后的这个怎么个选法 就是挑最棒的 就挑最棒 最棒里面的最棒 the best of the best 就对了 yes 你看他对答如流 很不错呢 其实对于肖敬腾来说 当然我觉得他因为迅速成名 你可能要适应啦 可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他适应得很好 因为我相信包括他的歌迷 包括他的唱片公司 或者是一般的观众 对你其实都是很支持的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 应该要很珍惜的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自己很lucky 对 我觉得非常的幸运 幸福 幸福啊 幸福 对 幸福 但是呢 我是刚才说到 他面对的呢 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是什么 因为他现在还是在半工半读的阶段嘛 对 你现在是在 清明技术学院 二季对不对 对 然后你是一年级吗 一年级 一年级 那你怎么样兼顾学业跟工作呢 就是有空就去了 有空去哪里 就有固定时间去 但是有时候太忙 有空去上学一下这样子 有时候太忙 就是工作还是就是 哎呀你这句话给老师听到 我看 不是啦 有一点危险 不是啦 固定会去 固定会去 对 有空才上节目 但是不一定是 课会掉来掉去 但是课会掉来掉去 对不对 这一点我就听不太懂了 课会掉来掉去 就是可能是礼拜三 可能你是礼拜六 礼拜一这样子 不一定 不一定的 对 那同学会不会觉得说 班上有个大明星 会不会对你好像另眼看待 不会 不会啊 对 那你在班上还很愉快吗 班上很愉快 为什么讲得怪怪的 没有啊 没有喔 那班上的 班上的女生应该会非常的仰慕你吧 没有啦 没有喔 班上有没有班队跟你 班队是男女朋友的意思 对...有这么一点意思 是我 你说我 我没有 这件事情很严重吗 没有 一定要大声的否认 对不对 这叫大事大事就对了 所以一定要大声的否认 但是跟同学相处还很不错 可以 那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说 又要兼顾学业又要唱歌 好像会有点辛苦 对啊 辛苦 真的啊 因为学校是在苗里 在苗里 对